三个帮助我们跳脱伤痛方法 过去,我们都有曾经被他人伤害或无法走过一段伤痛的经验 这些被不公平对待,被欺骗,被朋友和配偶背叛,导致人生深受其害的时候 这集影片分享三个方法,帮助我们跳脱伤痛和不公平的捆绑 一,你可以选择让它过去 我们可以自主地选择记住或忘掉过去 选择让事情过去,是将所发生不公平的事情交托给神 是放弃自己想主导事情发展的掌控欲,知道神掌管一切 二,饶恕就是选择恩典 饶恕是我们选择免除别人所欠我们的债务,将我们的债权让渡给神 由于来审判我们债务人的行为 三,把眼光放大 我们无法忘却过去的原因,往往是因为我们太过短视了 无法看到神为我们的人生勾勒出更大的图像 神知道我们人生所经历事件的始末,已知道如何使万物互相效力,让我们得益处 我们只要相信神容许我们所受的伤痛,都不会白白地被浪费掉 面对人生每一段所经历的伤痛,我们可以选择一直记恨在心,或者忘记背后,努力面前 我们不该困在过去发生的事件如何伤害我们,而是要把过去的伤痛化为生命成长的燃料 如同耶稣对使徒约翰说的,在世上,你们有苦难,但你们可以放心,我已经胜了世界 在我们遭遇苦难的同时,耶稣也为我们开了道路 因此,我们不应该困在其中,而应该像使徒保罗所说的,忘记背后,努力面前的 祝福你,勇敢走出伤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